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斯里兰卡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崩溃后,首次进行的总统选举 这场选举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竞争,而是对现任总统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所推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紧缩计划的公投 维克勒马辛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的两年任期已经带来了一些经济稳定 但随之而来的是增加的税收和生活成本,这让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 他的主要对手包括左翼的迪萨纳雅克和反对派领袖普雷马达萨 他们的崛起显示出人们对现有政治体系的强烈不满 选民们的怒火在这次选举中将发出强烈的声音,决定斯里兰卡未来的方向 在选举前夕,政府已与私人债权人达成了债务重组的协议 但许多人仍然在高税收和生活成本的压力下挣扎 这次选举不仅关乎经济,更是对过去政治文化的质疑 选民渴望变革,渴望一个能够真正反映他们需求的政府 这场前所未有的选举将于周六结束 结果将在周日揭晓,届时我们将看到斯里兰卡人民的选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斯里兰卡在经济崩溃后首次举行总统选举 这场选举成为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紧缩计划的公投 现任总统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Raniel Wickmasinger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维克勒马辛哈希望能够获得新的授权 继续实施已经稳定经济并结束数月来食品、燃料和药品短缺的紧缩措施 在本周的最后一次集会上 75岁的维克勒马辛哈诉说 我们必须继续进行改革,以结束破产 决定你们是否想回到恐怖的时代,还是希望进步 然而,根据29亿美元的IMF救助计划 他所实施的增税和其他措施使数百万人难以维持生计 维克勒马辛哈的主要对手包括 安努拉·库玛拉·迪萨纳亚克·安尔·库玛拉·迪萨尼亚克 这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虽然过去充满了暴力 但最近支持率却激增 因为他承诺要改变斯里兰卡腐败的政治文化 而萨吉斯·普雷马达萨 Sages Prima Dassa 前总统的儿子也被预测会有强劲的表现 智库Advocator的穆尔塔扎·贾法吉·莫特斯·贾弗基表示 有相当多的选民试图发出强烈的信息 他们对这个国家的治理感到非常失望 此次选举中 超过1700万人有资格投票 超过63000名警察被部署到各地保护投票站和计票中心 警方发言人尼哈尔·塔尔杜瓦 你好调着我 表示 我们还有防暴小组随时待命 以防出现任何麻烦 但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平静 在某些地区 我们不得不部署警察 以确保投票站不受野生动物的侵扰 特别是野生大象 投票将于下午4点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0点30分 结束 预计结果将于周日公布 但如果竞争激烈 官方结果可能会延迟 周五 各地学校已经关闭 超过20万名公务员被派遣到各地进行投票 经济问题主导了为其八周的竞选活动 公众对自两年前危机高峰以来所经历的困难感到愤怒 官方数据显示 斯里兰卡的贫困率在2021年至2022年间翻了一番 达到25% 使得超过250万人生活在每天不到3.6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 专家警告说 斯里兰卡的经济仍然脆弱 自2022年政府违约以来 该国460亿美元的外债支付尚未恢复 IMF表示 维克勒马辛哈政府所实施的改革开始显现成效 经济增长缓慢回暖 IMF的朱利·科扎克·朱利·科塞克 上周在华盛顿告诉记者 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 但这个国家仍然没有走出困境 科伦坡·斯里兰卡 这次选举吸引了38位候选人参加 但真正的主要竞争者是 现任自由派总统拉尼尔 维克勒马辛哈 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立法者 阿努拉·库玛拉·迪萨纳亚克 以及反对派领袖萨吉特·普雷·马达萨 这次选举的结果将显示 斯里兰卡人民是否支持维克勒马辛哈 在国家脆弱的复苏过程中的领导 特别是在2022年国家违约后 重组债务的过程中 该国正在与IMF合作 就在选举前夕 政府于周四宣布 已经通过了债务重组的最后障碍 与私人债券持有者达成了原则性协议 当时 斯里兰卡的本地和外国债务总额 达到830亿美元 而政府表示目前 已经重组了超过170亿美元的债务 尽管一些关键经济指标 显示出显著改善 但斯里兰卡人民 仍在高税收和生活成本的压力下挣扎 普雷马达萨和迪萨纳雅克都表示 他们将重新谈判IMF的协议 以使紧缩措施变得更加可承受 而维克勒马辛哈则警告 任何改变协议基本条款的举动 可能会延迟IMF承诺的 近30亿美元的第4批元助金的释放 这对于维持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这次选举不仅仅是关于经济 更是关于将政治体系留在过去 许多人认为维克勒马辛哈 因与拉贾帕克萨家族的牵连 而受到玷污 该家族被指控腐败 这次选举完全是关于系统变革的概念 科伦坡政策替代中心的 帕基亚索西萨拉瓦南木图博士说 然而 对于许多斯里兰卡人来说 这次选举不仅仅是关于经济 更是关于将政治体系留在过去 许多人认为维克勒马辛哈 因与拉贾帕克萨家族的牵连 而受到玷污 该家族被指控腐败 这次选举完全是关于系统变革的概念 萨拉瓦南木图博士说 这个国家的社会契约支离破碎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设计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2022年斯里兰卡经济危机的高峰期 尼克森·昌德伦坦 尼克森·陈森·陈森 在抗议营地呼吁总统辞职的几个月后 终于睡了一个好觉 这张床位于总统府内 我们真的很享受这一切 因为我们太累了 他告诉ABC新闻 昌德伦坦是2022年7月的抗议者之一 当时时任总统哥塔巴亚 拉贾帕克萨 哥塔巴亚·拉扎帕克萨 因抗议而逃离 最终辞职 昌德伦坦说 我们在受苦 但我们的领导人和总统 却过着奢华的生活 他现在开着三轮车 因为他的比萨生意 在危机中变得无法维持 许多斯里兰卡人 仍感到自己和家人仍在受苦 2022年危机高峰期 拉尼·昌德拉的丈夫 外出排队 为他的三轮车购买燃料 在烈日下排队后 他倒下并最终去世 今天 我没有任何人 昌德拉说 我孤单一人 他为我带来食物和饮料 做了一切 他做了所有事情 昌德拉是一名糖尿病患者 他表示 自经济危机以来 他的药品价格翻了一番 这将成为他在周六投票时的主要考量 我们需要降低商品价格 药品价格需要下降 他说 科伦坡居民苏哈纳·佩里斯 Suanapiris 也尚未决定投票给谁 但他对一件事非常确定 我需要改变 他告诉ABC新闻 他表示 作为IMF协议的一部分 增加的税收 使他养活五口之家的难度加大 他认为 应该让那些能够帮助的人 来承担经济复苏的负担 富人必须缴税 他说 对一些选民来说 这次选举可能是希望的象征 而对于其他人来说 他则成为了绝望的延续 选择哪位候选人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将决定斯里兰卡的未来方向 这次选举完全是关于系统变革的概念 萨拉瓦南木图博士说 这个国家的社会契约支离破碎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设计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朋友 我们先来看看现任总统拉尼尔 维克勒马辛哈的成绩单 他上台后没有让经济完全崩溃 相反 他跟IMF谈判 稳定了经济 恢复了食品和燃料的供应 我们得给他点掌声 这可是从火山口里把国家债回来啊 如果我们换个领导 这些已经取得的成果会不会泡汤呢 我们能冒这个险吗 楚天书兄 我不得不提醒你一个小细节 你说的那些成绩是靠增加税收来达成的 这可是让许多斯里兰卡人吃了一肚子苦水 你让一个家庭每天只能喝粥 你觉得这叫稳定经济 拉尼尔的奇迹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 折眼中的地狱 你知道吗 有些人连下雨都会担心税收会不会增加 谢琪琪 你说的也有些道理 增税确实让人头疼 但咱们得看看大局嘛 IMF的救助计划可是国际经济界的一张王牌 带着这张王牌 我们的国家借了29亿美元 不久前还与私人债券持有者达成了原则性协议 这可不是小打小闹啊 这是让国家重回正轨的希望 你知道 斯里兰卡的贫困率曾经翻倍 但至少现在 大家不用为了买燃料排队到天亮 对吧 楚天说你这是强词夺理啊 的确 IMF救助计划听起来很牛 但这牛不是所有人都能消化得了的 这不是养牛 是被牛踢了 贫困率翻倍 250万人每天生活在不到3.65美元的贫困线下 你觉得这能叫希望 另外 你说的那个协议 也是维克勒马兴哈政府在背后跟富人们搞的小圈子勾当 人民吃苦受难 富人却拿着协议在豪车里开香槟 这公平吗 这叫民主吗 谢琪琪 你的热情可真让人感动 但咱们还是要回归现实 维克勒马兴哈的对手迪萨纳雅克和普雷马达萨说要重新谈判IMF协议 这听起来不错 但具体怎么做呢 他们的计划模糊不清 只是喊口号 你知道吗 斯里兰卡的政治家爱喊口号 就像孔夫子说的巧言吝啬 先以人 他们只会说漂亮话 但实际行动在哪儿呢 维克勒马兴哈至少有具体的行动 这不是更实在吗 楚天书你这是标准的行动派迷斯 确实 迪萨纳雅克和普雷马达萨的计划还在完善中 但他们提出的改变IMF协议的动议 至少给了人民一个希望和选择 你看维克勒马兴哈 说他在街头带来了平静 但那是因为他把能抗议的人权都饿得没力气了 这叫什么平静啊 这叫饿死鬼的平静 这次选举 斯里兰卡人需要的是一个更有希望 更有未来的领导 不是把我们关在经济牢笼里的看守员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